七仙与师傅又嫁到 没办法 人越红自然曝光率就越高 工作排得密密麻麻的七师傅 有很多艺人排队和他合作 连张敬轩都邀请他上去他的网上频道做嘉宾 之前我和张敬轩拍过一个他自己的频道的节目 这个节目没有重点 没有什么重点 大家随便风花树什么都乱说 然后说的东西都是比较杂乱 不知道剪出来怎么样 我也期待 七师傅说话真是够真心和够出席 相信这一点都是令他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而近日在网上就有七师傅的亲笔签名上流传 有不少人还说要出高价购买 七师傅说他自己都猜不到这么受欢迎 网上流传我的签名三千元 然后第二天已经升到三千五元 炒得很高 我自己手头都没有那些卡 我自己都想过 如果我自己自己拍照 自己签名 我卖到很多钱 但其实太多又不行 太多就不值钱 因为限量版只有几张 所以其实外面流传的那些 都是限量版的 是真的 我真的有千个 限量版很少的 希望大家喜欢 这日七师傅和男子组合Pixel 出席代言活动 他都很满意酬劳 还很坦白地说 自己的价钱比起年头已经高了很多 的确是猪龙入水 另外七师傅最近为香港开电视拍摄灵异节目 怪谭一路好走 每次去探陵都有惊险事发生 有一个探陵的人 他本身开始是没事的 就是嘻嘻嘻笑 然后突然间就呆了 站在那里不动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事 他就说见到 在那个树那里 有一个绿色 那些好像灵 灵体 他吓了 然后就呆了 所以我要做一些法事 帮他念经 然后帮他超渡 才可以拒走灵 点火